我們芬蘭宿舍的大解蜜 現在是12月19號 是我的最後一個晚上在這個宿舍 所以現在我剛剛從8點打早到現在快11點 而且去倒了三趟垃圾 我現在因為宿舍非常乾淨 我決定來好好拍一個宿舍的介紹給大家看 首先當然是我們從我們的大門進來 我們有兩層 如果這一層門沒有關 裡面的聲音傳出去很大聲 外面的聲音傳起來也很大聲 然後我們這裡有一個大櫃子 我們這櫃子其實一開始來 裡面就放滿了打掃用的用具 所以我們其實沒有買任何掃法 然後這裡我們剛好有一個晾衣架 而且前面的人竟然留了一個雪橋 還有超級多的購物袋 然後在櫃子旁邊有掛衣服的地方 因為太冷了 所以大家外面都很大間 所以他就都有掛衣服的地方 但是我個人這邊都拿來掛日經啦 從掛衣服的地方過來有三間房間 第一間是霞營的 第二間是我的 第三間是彩梅的 然後就回到廁所 然後往前看這邊就是我們的廚房啦 所以我現在來介紹一下我們的可愛的小廚房 所以這邊有冰箱 但是冰箱裡面不知道為什麼總是充滿了水 所以有時候東西放裡面還比較容易發霉 放外面還比較好 然後前人留下的煮水器 我們第一買水壺 然後這邊有瓦斯爐 兩個大的兩個小的 可是我們自己有覺得大小的是有差別的 但是可能美人感覺不一樣 然後它是一片鐵的那一種 它不是電磁爐 它就是一片熱的鐵在這邊燒 所以很燙 所以如果煮完東西 東西還放在上面 它會一直滾繼續滾 它會蓄熱很久 然後底下就是 在歐美生活必備的烤箱 幾乎每天都會用到它 然後再轉過來就是我們的水槽 然後這邊理論上都可以亮碗 然後水就會從這邊都滴下來 但是上面的太高了 其實基本上通常只有我跟日程拿得到 然後通常水槽底下都有放垃圾的地方 但是我們個人是把垃圾放在櫃子這邊 然後這邊原本是我們的食物櫃 但是剛剛被我清得一乾二禁了 然後廚房旁邊就是我們的餐桌啦 其實原本只有三張椅子 但是育成幫我們再多弄到一張椅子 所以現在有四張椅子 所以我們廚房就這樣小小一個摸字型 我們兩個人在裡面就剛好三個人就太擠了 所以我們有點難三個人同時一起煮菜 然後來介紹一下走廊鏡頭的廁所 其實也非常的就是正常的廁所 這是水槽 然後上面有可以放牙刷什麼的櫃子 馬桶 然後旁邊還有暖氣 然後我們淋浴的地方 一人有一個架子可以放 然後臉噴頭一邊是開水一邊是溫度 然後這有一個我們到現在還是不太懂它的用途的 因為它這個東西其實它是很熱會發熱的 但是它如果衣服放在上面其實也不會多保暖 但是也沒有多快乾 就是一個可以掛的 但是不懂為什麼掛的上面還要有加熱的功能 然後一個比較特別的是他們有這個設計 這邊是你要開水龍頭後再按這個東西 它才會有水 它不是獨立的 跟這個兩個是連通的同個水管的 據說應該是有時候可以洗一下手腳 因為太冷了你不會每天都想洗澡 可以簡單在馬桶這邊洗一下屁股之類的 但是我們其實從來沒有用過 我通通拿來拖地的時候拿來裝水或洗水桶 最後來介紹一下我們房間啦 因為我現在還要睡覺 所以上面還有我的衣服跟被子 然後每個人都有一張大書桌 跟一個櫃子 這櫃子這兩個都是可以移動的 一張椅子 然後還有一個非常大的衣櫃 這個超級大的 我大概才放一半吧 然後還有一個三層櫃 這邊通常是除食物啊什麼的 像響音或產品他們就會堆滿了泡麵 其實房間就這樣簡單 其實房間最好還是我們有一片 蠻漂亮的風景 但是現在太晚了 只能讓大家看看有露燈的雪景跟我的倒影 但我們就是這樣子住了半年 這個建宿舍其實還是蠻好的 因為原本上一屆學長有說有兩個可以選一個 一個是R開頭的Roniwaki 一個是這個M開頭的Mini RV 可是Roniwaki在去年被Coast賣掉了 所以我們就只有Mini RV這個選擇 就直接被分配到這裡來 然後房間其實隔音超級好的 只要我的房間有關門 他們的房間也有關門 其實我們彼此吹頭髮啊 講電話的聲音幾乎都不會聽到 但是有時候你半夜夜深人介都躺著躺著 你可能就聽到樓上或樓下或隔壁在開趴的聲音 就會其實不會影響到你睡覺那種吵 但你就會隱隱的好像會聽到一點聲音傳出來 然後我們洗衣服的地方是在隔壁棟 是在A棟 我們這邊是B棟 所以A棟就有洗衣機 它有三台可以給我們選 然後有兩台烘衣機 那我們要透過我們在Coast的帳號去預約 然後幾乎每一棟都有桑拿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是每一棟都有洗衣機 但是每一棟都有桑拿 像我們這邊是在頂樓 應該幾乎都在頂樓 頂樓就有桑拿 那其實你要 你如果要預約的話 你必須買Credit 大概我們買的是五個Credit 8歐 因為比較便宜 就是有一個買多一點就特加一點的概念 然後蠻重要的就是超市到底在哪裡 超市完全走不到 這邊不要說有任何便利商店 連店都沒有 我們唯一就是後面有一家Pizza店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吃過 我也沒機會吃了 然後這邊倒垃圾的地方 是沿著前面你經過烤肉區之後 一直往下走 走到那邊就有兩個圓圓的 圓圓的一個是專門丟紙類的 一個是專門丟所有其他東西 就其實任何東西都可以丟在裡面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小間有鎖起來的 裡面其實可以丟除鋁鐵魚罐 還有一些玻璃瓶啊這一些比較特別一點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是暖氣到底夠不夠暖 事實上其實我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到底暖氣有沒有用 因為之前據說是房間要低於20度 它才會自動啟動 但是我只有偶爾感受到它有微微的溫溫的感覺 但是我從來沒有覺得它是暖的 但是因為基本上我們在室內它就已經暖非常非常多 就是整個環境就已經非常暖了 其實平常大概都有維持在20度以上 所以其實我在像我現在在室內其實穿短袖的沒關係 只是我現在心裡都收著了 我就穿我明天要穿的長袖了 我們這個宿舍是跟Coas租的 就是在這邊的租公司 像我知道在坦佩雷達好像是T開頭的叫Toas 但就是類似的公司 他們不是學校宿舍 他們算是一個公司 他們租一些房子專門給學生 所以他們並不是一樣 就是像我們平常在住的宿舍 所以我們從我們這邊坐公車到學校 我們有兩個校區 到一個校區要坐公車大概20分鐘 再走路個10分鐘 另一個大概走路5分鐘 但你要坐公車大概其實要半個小時 而且最近可能我在猜是不是因為下雪 所以公車很長delay啊 然後又開的特別慢 所以有時候要花更久才能到學校 所以這邊其實離學校 離市區超級遠的 然後到市區也一定都要搭公車 要不然走路都是四五十分鐘起跳 我們夏天的時候有走過 但是冬天有雪的時候就蠻崩潰的 而且芬蘭人太少了 你不會想要沒事走在一個很暗又沒有人的地方 然後路堆也不多 然後都是雪又冷又沒有人又安靜 這真的太恐怖了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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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